照亮你,正在热播中,张若南饰演女主角徐莱,陈伟霆饰演男主角近时穿。 此杀饰演了男二号霍颜宗,霍颜宗和徐莱一起长大,霍颜宗很喜欢徐莱,可惜徐莱只爱近时穿一个人。 霍颜宗虽然没追到徐莱,却吸引来一位女子的注意。 这位女子就是于诗诗,由佳奈娜试演。 霍颜宗是公司老总,有钱有事业,人也长得不错。 于诗诗是大美女,两个人站在一起很般配,这一对感情线也很有意思。 于诗诗这个人设也讨喜,漂亮可爱,是的男人都很喜欢她。 于诗诗也像剧中所描述的那样,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,会为了照亮别人而拼尽全力。 佳奈娜和此杀有一段感情戏,两人很登对,CP感也很足。 虽然于诗诗戏份不多,但是饰演于诗诗的佳奈娜的高颜值,大家都看到了。 于诗诗,是女三号,饰演者佳奈娜也是近两年上升势头很猛的小花, 甜美的五官,自带抑郁风情的气质,妥妥的颜值实力太。 也许很多人都不认诗佳奈娜,但一定认识《孟华路》中的张好好一角。 张好好由佳奈娜饰演,佳奈娜不仅眼活了张好好,还带火了一句台词, 以色是人才是贱。张好好是花魁,她只卖意不卖身。 张好好跟池牙内好过一段时间,后来因为一些事情, 张好好和池牙内分手了。张好好最后的归宿, 做了和夫人,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归宿。 剧中的张好好,无论是人设还是命运,都对得起一个好字。 张好好是剧中很清醒的一个姑娘,她也是宋颖章的引路人。 《孟华路》是佳奈娜参演的第一部剧, 她也凭借张好好一角被观众熟知。 佳奈娜还在《春归梦里人》里饰演了温姨娘一角, 不过,这个人设不讨喜,温姨娘不比张好好精彩, 很多人也没有记住她。 温姨娘看似是一个柔弱的女人, 很多人都想去保护她,她太弱了,甚至弱到不能自理。 其实,温姨娘内心里很恶毒, 她随时都在挑拨男方和女方的夫妻感情, 她还陷害女主,让人很无语。 一个是人间清醒的张好好, 一个是恶毒自私的温姨娘, 同样都是佳奈娜饰演的, 她却演出了不同的味道。 张好好和温姨娘也形成鲜明对比, 只要人设不一样, 不管演员怎么演, 差异是一目了然的。 张好好渴望得到自由, 而温姨娘渴望得到男人的爱。 佳奈娜以22名的好成绩, 考入中央戏剧学院表演戏。 除了张好好、余诗诗、 温姨娘这些角色外, 佳奈娜还在神隐中饰演艳爽, 只此将《红梦》里饰演林婉慈, 后两部剧还没有播出。 前不久, 佳奈的一组《敦煌风雪珍》也很受欢迎, 果然抑郁风情的角色 或者形象最适合她。 佳奈娜也是很幸运的一个演员, 一出道就遇到了张好好这个角色, 她的表演也得到观众的肯定, 刻画的人物形象也被大家记住了。 不过, 在《照亮你》中, 余诗诗一出场, 就没认出来。 余诗诗戏份太少, 出场的次数有限, 再加上于《诗诗》是现代妆, 第一眼看上去更像女网红。 从古装张好好到现代于诗诗, 佳奈娜塑造得很精彩, 加上服装倒化的原因, 她是彻底没认出来。